你现在冷静下来了 你跟我说说你妻子怎么样 除了怀疑你之外 除了怀疑我以外 其他都很好 家务活儿这些 他都是帮忙分担着在做 家里的钱谁管 家里的钱 以前是归他管 就是说我公司发下来 是七成给他 三成给我自己 也就是说 钱还是在一起的 是这意思吧 对 但现在钱不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他老是喜欢猜献我 就是现在钱 你们各管各是吗 对 是的 真的是觉得自己 一点都没错 对吧 对 这个其实就是 他们现在婚姻 最真实的现状 两个年轻人很无力 曾经相爱 用女生的话说 我曾经因为爱情 我放弃了我的父母 我背叛了他们 为什么在婚后 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对我 男生说为了 想让我们更好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 我更擅长的工作 而恰恰这份工作 让你们的情感越来越远 两个人就无力地 待在原地 用争吵的方式 彼此伤害着 这个道理应该怎么办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想先问一下女生 你现在在工作吗 我本来有工作的 然后现在在考家长 打算把家长考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继续上班 实际上刚刚我听到两位 这个不同的态度 一开始我也误会了 我以为是女生提出了分居 她就准备离婚了 但事实上看起来并不是这样 可是从你们的言谈当中 实际上我觉得 女生内心还是强势的 她有优越感 可是为什么在这个婚姻 走到这一步 当男生那么坚定地 提出离婚的时候 女生还非常的犹豫呢 我在想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感情 还有一方面 是你不愿意面对 这种所谓的失败吧 因为你毕竟为了这个婚姻 这段爱情 重判清离了 所以你不愿意面对 这样的结果 可是这种结果 并不会因为 你曾经付出了多少 就有所改变 我看赵川反复地问男生 他的态度都是很坚决 他想离婚 他不希望被这样的爱 裹挟着猜疑着 继续走下去 而我从女生的回答当中 似乎看到 你没有在这个家庭之外 有任何的退路 今天我要说说退路这个词 所谓的退路不是说 你给自己找好下家 而是说 当你遇到感情 或者婚姻变故的时候 你还有其他的 可以让自己立足这个世界的本领 可以不被这个事情 这么痛苦地纠缠下去 就如同你在路上 踩到了一滩烂泥 你这个时候 一直在想着 跟这个烂泥纠缠吗 还是说 干脆我把这只鞋甩了 换上一双新鞋 继续往前走呢 女生我似乎觉得 你没有这样的勇气 可能是因为 你的人生还没有开始 你就把自己装在一段 爱情和婚姻里 所有的一切都放在里面了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因为 你觉得我背水一战 我现在放手太不值得 我的身后没有我的父母 我也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 所以我想说的是 考完驾照 抓紧时间找到工作 在这一段相对的冷静期里 做好自己 我相信这个可能是 你们处理 目前矛盾的一个好方法 你也不会过多地把 所有的精力 都投注在他身上 每一天去翻他的短信 看他发的红包 这样其实你很累 他也很累 关注自己 爱自己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周琴老师